秦皇岛不是岛可为何要叫秦皇岛 跟秦始皇和曹操有什么关系 在历史上又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呢 秦皇岛简称秦叠名港城林雨 地处华北地区河北东北部 属于河北地级市 全市总面积约为7813平方公里 长度人口310多万 秦皇岛在国人的眼中似乎只是一个沿海旅游城市 但从地理位置上看 却是华北东北以及西北局部地区重要的出海口 不仅是国家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而且还是我国最大的铝制品生产加工基地 北方最大的粮油加工基地 还有就是汽车上的轮毂 也都是大部分产自于这里 秦皇岛位于燕山山脉的最终端 南街唐山北林辽宁东靠渤海 而市区就处在燕山与渤海最为狭窄的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辽西走廊 南端的终点 山海关所在地 从地形上可以很直观地看出来 山海关往南一马平川 山海关以北 左边是松陵山 右侧为辽东湾 整个地形犹如一条细长的走廊一样 直至东北的南大门荆州市 所以秦皇岛的得失在历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中原王朝的兴盛与衰亡 秦皇岛是我国北方最为宜居的城市 也是我国唯一进行过奥运会和亚运会的地级史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秦皇岛境内最早出现的地名就是云于贡中记载的结石 而秦皇岛的名字自然也就跟一位皇帝脱不了关系 而他就是秦始皇 在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节时寻求长生不老 发现在海岸的不远处有一座小岛 于是便派人登岛秋险 所以呢后人也就把这座小岛称作了秦皇岛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的这座小岛在哪里呢 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一些有关渤海在不断变小的科普视频 之所以会变小 主要是因为周围的河流携带的泥沙不断淤积造成的 自然秦皇岛地区也不会例外 在春秋战国时期 渤海的海岸线要向西后退约几十公里 包括现在的天津与唐山城区都是沿海地带 而当时的那个小岛就是位于今天的秦皇岛沿海岸边的一座小山丘之上 而在200年前这座山丘还是真正的一个岛屿 后来由于港口的建设以及不断的填海造陆 如今已经与大陆联系在了一起 也就是说秦皇岛本来就是一个岛 只是现在成为了陆地 当然因为海岸线东夷的缘故 三国时期的曹操东夷结石已关沧海 站在结石山上就可以看到茫茫的大海 不然按照今天的海岸线距离 想要站在山上看到大海 似乎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好了 我是阿星 今天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可能谢谢大家 请我不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这边 还会再运用 和十四个月 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